我沒有說不要 為什麼 我說年輕店的Kiki 後面還有房間 你夠了 我怎麼說 你夠了 要眨臉了 太辣了 太辣了 我就說因為我現在 腎帶有問題 喉嚨有問題 那不行 我說五家都是四五千以上的 一家Kiki 我把它放在同一個等級 沒有 先去把喉嚨看好 對 不然你這樣跟他吵會輸 對 我最近都在輸 就這樣閉嘴 還有力氣了 還有 一這麼多 比賽熬夜了 這是為了你好 這個跟前面的題有關係 就是因為那一天 他在ReGal 那天我也打電話給他 我在澳門 我說家裡的事情都好嗎 然後他說 小孩都在吵架 我跟你好像 我有說煩 有煩 他們都在吵 他們就好累 他們都在吵架 什麼都要吵 從早上到晚上都在吵什麼 然後我就笑一笑 辛苦了 然後他就繼續講 我就發現說 為什麼你今天感覺上 特別沒有耐心 跟平常不一樣 然後突然他的心情就變了 他就很開心 他說 他說 我昨天沒有睡覺 然後我說 有什麼驕傲 他說我昨天看到五場籃球比賽 為了這個比賽 我就沒有睡覺 一直到凌晨五六點 小孩要起來弄早餐送去學校 所以他一整天 二十幾個鐘頭沒有睡覺 當然耐心不好 他覺得這個煩 那個煩小孩在吵 我說這樣不應該的 你這樣子 你對我們不公平 你都一直在發脾氣 因為你沒有耐心 你沒有好好睡 對不對 快點 我要對老婆說什麼 老婆結束了 你只有兩個 我多愛我老婆 我要等下看幾個 對 他說你記性不太好 我承認是沒錯 他記性什麼 忘東西 忘日子 忘事情都忘了 譬如說忘手機 忘藥物 他有忘記老公是誰嗎 你們有看過我們的廣告嗎 我最近有在拍廣告 對 真的 如果他有一天說妳是誰 我就說 不好意思 我也不認識你 你要看過廣告 先改位 你不認識我嗎 你不認識我嗎 好可愛 很可愛 我必須說 通常是因為你的記性好 他自然就放鬆了 這沒錯 真的 真的 我覺得這個有可能 在一些小 譬如說忘記手機 包包 或者是鑰匙 這個我可以幫 可是有些東西是 他完全忘記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很重要的 譬如說要處理一些事情 他會忘記 我覺得這就很麻煩 這邊我要花很多時間 譬如說 譬如說什麼 工作的事情是不是 我怕我們講太多 妳是天蠍永賢是什麼 不會 我們聽了永賢才 他是什麼星座 雙子 雙子座 他跟人輔都是變動星座 大家記得這一點就好 雙子 雙子處女射手雙魚 他們都有一些共同特色 就是迷糊的時候很迷糊 那你有沒有覺得 因為他的慢 他的迷糊 變得你變得更強壯 更厲害 沒有 我只變 我覺得我越來越累 所以我要好累 我沒有睡覺 沒有耐心 沒有耐心 因為他這樣子 你才會翻白眼 是 他覺得我沒有睡覺 是天天在看球 有時候我沒有睡覺 我在做事情 因為晚上沒有人在打擾我 你在做什麼 我可以去付我的帳 可以上網做一些事情 晚上住帳 我也是 因為我們白天都很忙 我可以用網路轉帳 然後算這些帳 對 真的 然後沒有人在打擾我 沒有小孩進來沒有老婆 也只有那個時間 可以找自己的東西 OK 對 其實詠賢叫你不要熬夜的意思 就是說 趕快來睡在他旁邊 對 對 所以我有時候會先睡 睡到他睡著 我再起來再追蹤我上 對 你會偷走 如果他沒有在旁邊 我就會一直摸 然後睡不著 因為旁邊沒人 好意外你 你看 好甜蜜喔 對啊 這麼多年還需要你 真的 很甜蜜啊 真的啊 沒有 你睡不著還不甜蜜嗎 對啊 什麼 哪裡有唱 我們根本都分床睡了 你走了 你幹嘛講起來 我們都分床睡了 因為我們中間 永遠卡著小孩 還有狗都睡在床上 然後都要睡我身上 所以我這邊一個小孩 這邊一個小孩 人父永遠在旁邊 對啊 好可憐 我是真的很可憐 而且不如狗 來 快點下決心 他什麼東西都要拖 什麼東西都要做決定 要好久好久 我承認像光階買東西 我真的會 我們最近我看上一個外套 然後已經跑了那個尾風 跑了兩 三次 因為我每次去 不錯 再想一下 然後跑到101 不錯 我就說買了 就買了 我就坐在旁邊 第二次他說 尾風會有什麼 等一下會有什麼活動什麼時候 那下個禮拜來 下個禮拜來 然後說下個禮拜要出國 如果我買之前也可以退稅 我出國的時候也可以退稅 我再來買 如果我這樣子 你應該不會陪我去了 他不會再去了 真的嗎 我覺得他這樣是精打細算 大家都會稱讚有閒 好會精打細算 然後這個開車 開四趟的車夫就很生氣 怎麼都沒有人誇我 對喔 因為每次我還要陪他 你沒有一定要陪我 對 翻白眼 你這都太過分了吧 你以為你閉起來 我就不知道你要翻白眼 我這都太過分了吧 閉起來了 閉起來了 我現在學會了 新的一招 你以為你閉起來 大家都不知道你在裡面翻白眼 閉起來 真的 好 那開始看 來 來看他們這一組 到底有多重視對方 我是覺得很重視 非常重視 對 收了一口氣 這兩個人都沒有看答案 就清起來了 真的 你自己還重視 對嘛 我要為你而活 所以我愛你 知道嗎 全面掌控 對方可能會喘不過 過氣 甜蜜的負荷 甜蜜的負荷 對 完蛋了 我跟汪福完蛋了 早就形同陌路了是不是 我覺得 負荷神 用這邊三十翻開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像我們 不是 因為遇到一次好室友的感覺 我覺得 溪美姐妳知道 真的 我有點擔心 因為前天仁甫突然開車 問了我一個問題 她說妳有沒有想過 我們到底是因為什麼 而相愛可以走到現在 她還在問她 表示她現在很迷惘 她說我到底為什麼愛是不是 我想了解一下 對不對 然後妳怎麼回答呢 我好認真回答 我真的沉思了很久 然後大概過了三五分鐘 我才來回答 她說我覺得是因為 我常常願意放開我的心 去感受你做的任何事 妳說用心經營 對 用心經營 然後我常常願意去感受你 就不會因為彼此15年了 然後你做什麼 我都覺得應該的 你做什麼我覺得還好 本來你就這樣 你為什麼不做 就不會有這種心態 我常常她做的事情 我都會很用心去感受 然後她就說老公 謝謝你 我好開心 好感人 可是我覺得很危險 好懂事 這個是有壓力的 不要羨慕人家 真的 婦也太害了 聽聽她們的故事 好 來 既妹妹要說 我會有三個 對 你也三個 我也三個 因為她好會唠叨我 妳不會忘記 妳會忘記 妳是不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她怎麼會忘記 她這麼浪漫的人 對 我不會忘記 妳會忘記 我會嗎 我跟妳講 那是不叫做忘記 我都還沒講 妳幹嘛記得結束 對 等一下 那叫忘記 好 講 我跟你講 因為我自己坦白講 我是有跟她講過說 就是大家已經在一起這麼多年了 我說不用 因為仁甫其實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所以有很多重要節日 你們都有參與過我的重要節日 然後所以她每一次都會很精心的 規劃跟設計 都會給我一個驚喜 後來我就跟她說 我說老公 其實我們交往在一起這麼多年 我說不用 每一次都給我驚喜 其實有時候 我們可能只是講一句 很簡單 對 生日快樂 或是我們一家人一起吃個飯 或兩夫妻偶爾吃個飯就好了 不要每一次都搞成這樣 然後後來 所以她其實 後來沒有特別幫我過生日 我也覺得OK 因為是我自己說的 可是我說的是 講一句或吃個飯 但不是叫你放空到忘記 她有一年 就當時這一天沒有 沒事 她是完全忘了 那一天我們還跟很多夫妻朋友 一起去Camping 我們在露營 然後那一天 就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 我就想說 也許晚一點 她會跟我講一句說 結婚紀念日快樂什麼之類 我就一直等 好啦 結果大家就喝酒聊天 我看少爺也玩得滿開心的 然後從頭到尾都沒有在腦海 有飄過一絲絲的Fiatlin 然後後來就已經大概 喝到12點一點了 就已經過了那一天 還是我別的朋友突然講說 因為我們每次 只要結婚紀念日朋友 就會起哄說要蛇吻什麼 要乾一杯什麼之類的 他們就說 那個前兩天好像誰誰誰 結婚紀念日 人家 人家的 然後她還在說 對啊 你們結婚紀念日 然後怎麼跟你們逃過什麼時候 她還在那邊起哄 要別人蛇吻 然後我就想說 沒笑了 完蛋了 誰是說不過去 然後我就一直看著她 我想說會不會聊一聊 她後面就突然想說 給妳個驚嚇 對 結果她在拱別人蛇吻的時候 是我們那個朋友說 王甫妳好像跟我差沒幾天了 所以那個人記得 那個人的老公 記得我們的結婚紀念日 她完全不記得 她說差幾天 所以今天幾號 然後我說今天12月11號 她就說 她完全忘得一乾二淨 不是 妳講完了嗎 那我解釋一下 真的有什麼好解釋的 這個狀況是這樣子 因為她自己跟我講說 老公我們就不要每年 都一定要過 那一天是因為我們每一次 只要我們就一群家長在一起 然後只要有結婚紀念日的時候 在聚會的前後 我們就會弄那一組那個 剛剛我不是講過這一段了 對 可是我是因為要避免 避免我們成為那天的焦點 妳少來... 剛好錄影當天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 我是要逃避這件事情 請問一下... 妳沒有辦法早一點點時間 把老婆拉到旁邊說 老婆我沒有忘記 而且我跟妳講 欣賓姐 她當下的... 她當下的臉跟眼神 詠賢 是那個... 那個... 我還好 我還是會記得 重量節日不會忘的 重量會記得 對 我很多 我們的日子很多 我都記得 好... 不是 她這樣講 沒有 她很兇 是沒錯 這件事讓王仁甫超落寞的 我想要在聖誕那天 她會有驚喜 所以妳拿那個禮物給我 都沒有 就等到聖誕那天過了12點 她也沒有跟我講聖誕快樂 我自己就上網自己訂 我有講 而且訂完了之後 我還會跟她講說